汉中平远年一场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爆发了 广义上的三国时代也由此拉开序幕 东汉朝廷无力镇压起义 便将权力下放给地方自行募兵 地方诸侯也由此做大 汉室衰微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 严康元年十二月 曹丕逼迫汉县帝留邪 善让地位 前后四百多年的大汉 寿终正寂 为了显示自己的德行和胸怀 曹丕降封留邪为山阳宫 许他在其封地内 行汉正朔以天子之礼 桥祭 尚书不称臣 还封留邪的四个儿子为猎吼 有道士一派青山景色优 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得羞欢喜 还有收人在后头 和后世的王国之君相比 曹丕对流邪是真的非常优待了 只不过他没有想到 自己从汉室手中接过来的江山 最后被别人学着他的样子 夺走了 魏贤熙二年 晋王司马炎 逼魏元帝曹焕圣扰 享国四十六年的曹魏宣告灭亡 司马炎学着曹丕的故事 降风曹焕伟陈流亡 对三国历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魏蜀吾斗来斗聚 最后都便宜了司马家 也就是三家归进 魏蜀吾三家的王国之君 都接受了西晋的降风 只是在爵位上各有不同 蜀汉后主刘善 风景是安乐宫 而孙吾的王国之君孙浩 却只是一个归命后 这也不禁让人疑惑 同样是王国之君为何曹焕 刘善和孙浩的待遇差别这么大呢 公元二六三年 已经大权夺揽的司马昭 兵分三路公属 邓爱偷渡阴平 齐齐成都 后主刘善出想 之后邓爱上述司马昭 建议降风刘善伟 扶封王 但是司马昭并不采纳 只给了刘善封了公爵 紫西汉白马之盟以来 无论是汉士还是曹魏 王爵都不轻易给外星之人 汉县帝封曹操为魏王 然后第二任魏王曹丕就窜了汉 当时司马昭已经被封为晋王 司马昭之心也已经是路人皆知 只不过他只想当曹操 曹丕当年做的事 他打算留给儿子去做 在司马昭主导的魏国 怎么可能给刘善这么一个外星封王爵 更何况当年曹丕 降风汉县帝也只不过是一个公爵 刘备以汉士后裔自居 蜀汉带有汉士的政治血统 所以丰功最合适不过了 面说两年后司马昭去世 儿子司马炎撑了当年的曹丕 但是如何安排魏帝曹焕呢 古代的政权交替讲究一个正统 在司马市看来 曹魏受汉 善让便得了汉之正统 近是再受曹魏善让 便也是得了曹魏之正统 而免疫上继承了汉士正统的蜀汉 王国之君刘善已经封了公爵 给曹焕也封公爵 让两人并列显然不太合适 为了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地位 司马炎决定提高曹焕的地位 公爵之上是什么爵位 只有王爵 虽然对近视而言是异性王 但说白了也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 前朝废地 虽然魏属吴三家都曾克成地业 但是吴国的合法性存在着许多问题 以至于三家之中吴国给人的感觉 始终比另外两家矮一节 在正统地位上 曹魏起码有名义上的汉帝善让 蜀汉则是汉士后裔建立 有大汉的政治系统 而吴国一样都没有 就连孙坚拿命换来的传国玉玺 也让孙策当成启动资金 抵押给元素了 所以曹皮窜汉之后 刘备可以借着给汉信帝发送的名义称帝 而孙权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之后 吴属双方结怨 孙权为了自保 转而在名义上依附曹皮 曹皮也顺水推舟 给了孙权吴王的名号 所以在司马加看来 吴国称帝是不合法的 没有任何的正统可言 所以吴国的君主最多只能算个王 不算皇帝 刘善先前是皇帝 降风为公爵 而孙浩是诸侯王 所以降风只能当个侯 毕竟给刘善封决的时候 还得考虑装装样子给吴国看 灭掉吴国之后天下重归一头 怎么分封孙浩 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么多了 司马延本人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子孙日后 还要在吴国的故土延续国作 其实 刘善算是三国时最尴尬的人物 因为关于他的争论 竟然都集中在是真傻还是假傻 至于理由 则是因刘善投降之后 曾对司马昭说的那句 此间乐不思数 但小兵却认为 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要看诸葛亮去世前后 理由有两点 其一 诸葛亮去世前后 属抗空情危机 而刘善处理危机的能力 最能反映 其实际才能 其二 在诸葛亮时期 刘善从未主政 他如何回收权力并分配 最能反映 其实际之杀 且更关键的是 就在诸葛亮去世时 刘善一口气 淋杀三位重镇 这就显得不一般了 下面我们就看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一 如何处置 蜀汉醉牛元老 在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期间 成都发生一件影响很大的事件 蜀汉元老 刘炎 老婆胡适 在过年时 恕工去给太后拜年 被太后留在身边 恕业后才回家 结果 他刚到家 刘炎就急眼了 因为这位胡适 是他新取的 非常年轻漂亮 刘炎怀疑胡适 跟刘善有一腿 让手下人用鞋底子 抽胡适脸 并一怒之下 把胡适给赶出家门了 胡适跑去告狱状 一下子惊动朝野 因为这纯属刘炎 没事找事 此刻诸葛亮远在虎丈远 刘炎是当时最牛元老 刘备坐狱中牧师 就追随了刘备 比诸葛亮的资格多了 显然 如何处理刘炎 对刘善来说 就成了一大考验了 最终 刘炎被斩首 理由是 鞋底是走在地上的 不能去抽人脸 随后刘善下了圣旨 从此禁止大臣之妻女 等再入宫来 这个判词很无厘头 却实属没办法 因为有些事 你越强调是假 反而就越被当成真的 故而必须把刘善排除在外 同时 刘炎又是蜀汉最牛元老 也要留点颜面 但无论怎样 这次的处置 根本没有嫌弃任何风浪来 即把影响消除到了最小 又保全了刘炎的颜面 结论 刘善无论真傻还是假傻 显然算得上是一位 比较有人情味的老大 不气 这是你出在曹魏和东吴世事 刘炎三族估计都保不住了 因为这叫欺君大罪 抽在胡适脸上的鞋底 很容易上纲上线 二 如何处置咒骂诸葛亮的人 刚刚处置完刘炎没多久 噩耗传来 诸葛亮去世了 诸葛亮的去世 立刻让蜀汉内部发生巨大动道 前面是杨仪和魏妍在争斗 后面却是一周本土势力的反弹 代表人物就是李淼 他本来是刘彰时期的官员 因嘲笑刘备差点被杀 是诸葛亮保住了他 但哪料 诸葛亮前脚刚死 他立刻就上述刘善 丞相亮足上述 公开表示 诸葛亮死得太好了 应趁机清除诸葛亮的影响 各地还要庆贺 这堪称是一次豪赌 若刘真杀 也许虽不会立刻实施 但必会留下李淼 让他以后充当打手 可刘善却大怒 直接下令把李淼扔大牢里 随后杀掉 结论 刘善非但不杀 还相当精明 处理李淼 丝毫不犹豫 倘若当时有一点犹豫 后果就严重了 因为必会引发 其他一周本土势力的过度联想 甚至群起攻之 造成蜀汉后方的严重分裂 一旦到了这种地步 前面是杨仪和魏严的你死我活 后面是一周本土势力 和荆州势力的水火不容 蜀汉非亡国不可 故而刘善的这次处置 非常到位 在诸葛亮去世后 保证蜀汉内部的平稳 其三 如何回收权力和重新分配 诸葛亮去世 造成了蜀汉巨大的失衡 因为之前几乎都是 蜀汉咋办 诸葛亮说了算 刘善 只管 祭祀先祖 若想保证蜀汉 从诸葛亮时期平稳过渡 刘善就必须先把权力收得稳 然后重新分配得合理 许知 这种权力的回收和再分配 从来都是动乱的根拥 一个处理不好就是大乱 那么 刘善是如何做的 分了两步 先废掉丞相之职 如此一来 诸葛亮遗留的权力 自然而然就全部转移到刘善手中 跟着就是依照诸葛亮的遗嘱 启用蒋婉为上书令 并处置了公开叫板的杨怡 杨怡自杀掉未严 率领蜀汉大军安全撤回后 其个人声望达到极点 故而他才认定 自己要接班诸葛亮的班 但如今丞相之职被废除了 权力先分配给了上书令蒋婉 以杨怡是有苦说不出 故而杨怡这才发牢骚 直至发展到叫板 但这时刘善却坚决支持蒋婉 命晚开府 加为大司马 杨怡最终自尽 总结 刘善的这次回收权力和重新分配 再一次展现出其高潮手腕 保证了手换平稳的过度 别以为诸葛亮指定了蒋婉 就一切万事大吉 若没有刘善的这些铺垫 何替蒋婉站台 只一个杨怡就能够蒋婉喝一壶的 因为杨怡的功劳太大 故而是刘善完成了诸葛亮的遗言 为蒋婉上台铺平了道路 并使得蜀汉平稳 从诸葛亮时期过渡到蒋婉主政 谁说刘善傻了 在诸葛亮去世时 虽他一口气杀了三位重臣 可一年后却发觉很高明 因为一举换来蜀汉的平稳过渡 把诸葛亮去世后的风险完全消除掉了 所以刘善的真正问题是 他是属于守城之主 比较有人情味 却偏偏生在大争之势 最需要熊主不择手段 开拓和整合的时期 刘善却根本不具备这种素质罢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